为了建立婚前正确的婚姻观念 还有落实家庭功能 花莲县家庭教育中心主办 预约幸福婚姻教育成长课程 第一题是12号举行 特别邀请到婚姻专家 分享婚姻的真谛 也为将来的婚姻生活 可以建立幸福的基石 我结婚30年还在结婚中 还是那一个人 很不容易 这是一场马拉松比赛 这是一场比你在企业工作 可能还需要更多的 不是要竞争力 是要构限力 花莲县家庭教育中心 主办的预约幸福婚姻教育成长课程 12日下午第一题次 在东旭关海酒店温馨开课 55对的准心人 聆听婚姻教育专家 分享结婚30年 从婚姻体悟的真谛 期盼带给准心人 在婚姻路上正确的婚姻观念 我想大家要走到这个阶段 决定攜手 走向迈入人生的另外一层 我想这个大家都已经 我想得非常非常清楚了 真的要关心大家 谢谢大家今天一定要参加 我们六月 我们就准备今天结婚 在这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可以想想 未来我们家庭是什么样的 我们六月营造 一起共同 共同 对我们大人为了 要去经营 华连县家庭教育中心 主任蔡家慧表示 婚姻教育课程 除了配合每年春秋两季集团结婚 也期望准心人 透过课程了解婚姻 是两个家族的整合 进而了解彼此间的差异 保持彼此的沟通 适时为对方调整 为将来的婚姻生活 建立幸福的基石 接着让邦远华临时报道